吃冰棍这个事我前一段时间发了好几个微博我感慨 是因为家里穷没钱买冰棍使我们少得了很多病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有钱了 是大家都有机会去作去造去给自己和孩子带来很多的病 冰棍冰糕冰淇淋 还有爆冰 我告诉你这是伤害现在中国人身体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最大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伤害 我跟大家说 人为制造出很多东西以后 就让我们本来是一个纯天然进化来的生物突然的不适应 你非要是现在通过人为的手段 用人工的方法在夏天制出来冰 然后夏天去吃 这对身体是最大一个伤害 我看人产生很多过敏性的疾病 然后消化不良的问题 然后痛经的问题 都是跟夏天吃冰有关